超级300瑞士公开赛 台湾左手重炮林俊逸 对上丹麦球王安赛龙 首轮林俊逸 成功拿下世界排名第29名的华裔好手杨灿 接下来的一轮 对决丹麦球王安赛龙 对此与球专家陈永明直接点名林俊逸 认为他有机会打败丹麦球王安赛龙 成为2023右翼屠龙少年 胜负关键在于林俊逸 具备出色的往前技术和犀利的攻击能力 与安赛龙底线是相克的打法 完全是有机会屠龙成功 23岁的林俊逸 而他的出色表现 更展现在自己出色的往前技术 和犀利的攻击能力 212 214 222 还有3 224 235 231 232 231 231 232 24 232 25 24 24 235 27 漂亮 漂亮 50点 真的那么万一 准备一的空网技术 最难能合规之处在 不仅能有技术 在进网处理上 敢于在对手紧逼往前时 敌点重复放网 这是一般人不敢或难以做到的 漂亮 好球 好球 准备一就在对手眼皮子底下 反手放网 有比赛画面中的放网动作看 准备一的处理非常细致 手放网 跳起来之后 还是要多一些球路的变化 打得有点太平了 突然变化一下 把斜线 其实刚才奈良这边 也有机会去变 等一下 再等一等 但是确实从这个决生亚所 打的这个比赛来看的话 像龙奈的这样的一个 精力的 历烈 还是要更多一些 这个比赛的 太短了 现在到对手的 现在到对手的 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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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拖 勾 放技术好是一方面 但也不能一成不变 如果一位重复 对手的战术重心 就会转向往前 这样往前被抓的机率 就大大增加 球高高挑起 林君毅即刻发起进攻 他拿着一个活动 林君毅上往后抢出高点 然后稍稍停顿 突然发力 从比赛华面中的对手 其行动路线可知 林俊逸的停不推球 起到了迷惑对手的作用 对手误以为他是放王 结果只能眼睁睁看住 球飞越头顶而无可奈何 空网一旦体现优势 后场攻击力 便成为制胜的关键一环 从实战来看 林俊逸的突击能力 也是可圈可挺 整体攻协不在耐何坤之下 而且林俊逸正手 远往勾小对角 质量很好 若对手以防守可直线运动 林俊逸转身连接一个后车跳步 双脚起跳 从头 ans踢 Entre Ryan az Sit opens 整个吁机过程 嗯 好 man rally 果然 鞋вод 他还给我 他当中 是6 or 7点 حم伊 不凡比赛界稳定 只要看能发挥比赛 比赛来电视 相信能力会对他的大幅度提升 个人的比赛状态由此坏然一新 场景突飞莽进 这类情况不可先例 oh he missed it oh gosh Lin Juni